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去过大甲镇兰宫的观众朋友 您可能吃过一款叫做妈祖平安饼的乳酪饼 在台南的制饼老板呢 因为在这个日本的乳酪饼当中 加住了客家麻糬 吃起来是甜而不腻又有口感 所以传统的东西里面加入新的创意元素 在嘉宜改良获得了顾客的喜爱 而至于台南的饼 怎么会变成了大甲的妈祖平安饼呢 原来这位老板有一天跟太太 带着乳酪饼去拜大甲妈 拜完之后就当作贡品留给大家分享 结果没想到其他的信众一吃 觉得太好吃了 这口碑因此传了开来 大甲镇兰宫还特别指定 这一款台南的烘焙产品 跨界成为台中的平安象征 台南长河路这家不起眼的传统烘焙店 出炉时刻客人常常闻香而来 很好吃 很好吃 你要吃几个 五个 你要吃五个 会不会太多了 不会 不会 类似日本铜锣烧包着红豆 芋泥 奶油的幸运烧 让小朋友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而大人们更试破 店里的招牌牛舌饼是心中最爱 浓醇香 是牛奶味道 对 牛奶味道 可是它很Q 很好吃 好吃的牛舌饼软Q香浓 和一般北部酥脆偏该的宜兰牛舌饼大不相同 这是师傅老板陈和诚拿下辅承小吃高饼类竞赛第一名的秘密武器 当初吃到朋友送的传统宜兰牛舌饼 酥脆的口感不太适合南部口味 喜欢在厨房做实验的陈和诚立刻想要做改良 经验丰富的它试了几次就大功告成 Pepo很简单 它搅拌过程会比较短 比较软Q 所以它的保湿性会比较高 打面时间比较长 还得加点冷水降低温度 以免破坏筋性 龟毛性格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 煮来水烧的我们吃起来有一种味道 牛舌饼的馅料也有佩服 低筋面粉 白糖 麦芽 鸡蛋 它还比别人多了一样 再普通不过的奶粉 加了无铃粉后比较软一粒 所以我浸到它的水分比较浓 比较浓的时候它效果更好 粘熟度增加 对 我现在没帅 无铃粉不是很厉害的吗 没有厉害的 对 大家照在做的 他们要对方不方的 不一定就一定对方的 我做我也三分之分 也三分之分 没关系 但是它敲菜 不然就敲得好色 我也不知道 超过二十年的功夫 陈赫诚在工作厨房 还是跟小学徒一样 凡事叫提纲 像是食材配方 多一克少一克 都不能轻轻拆菜 你没有标准化 是不是有大型 你标准化就是 你都同样 没有大型 半小时后带着超浓奶香 和软Q口感 牛舌饼紧紧吸住老饕的舌头味蕾 搅拌机里的起司 加入蛋黄白糖和天然奶油 要打到蓬松柔顺 待会要成为乳酪饼的滑口内馅 另一锅正在打的是Q刃的客家麻糬 超有创意的陈赫诚 当初吃到别的店家 卖的日本乳酪饼 觉得味道太甜 口感又过软 于是临近一栋加入麻糬 来个台日大融合 Q很棒 因为要保存 对对 所以甜度要高一点 对对 还要给它太甜 对 所以就是加麻糬 我们大体用麻糬 不便宜的麻糬 还综合 还综合 麻糬口感台鸭又可以保湿 综合馅料里的糖分一减二够 小创意大满意 连曾经开过面包店的师傅伙伴都很佩服 我才能参与花呢 真的拍马屁啊 压磨后盖上赤砍楼印记刷上蛋汁 出炉后就是奶香扑鼻的赤砍老饼 甜而不腻口感弹牙 而金菊口味微酸带甜 酸甘丁滋味也很受欢迎 很绵 然后味道很浓 好像是中间这个是麻糬吧 很Q 味道很不错 口感也很棒 赤砍老饼获得台南十大伴手礼的加持 人气厂厂棍 最高纪录一天要做上万个才购卖 谁都练过了 你就比较没感觉 你没有练过都有 就比较多了 师傅有练过 陈和诚夫妻俩因为是妈祖的虔诚信徒 有一次带着赤砍老饼到台中拜达干妈 顺便和大家分享这刺创的好味道 没想到大祸好评 口碑在信众之间流传 最后真南宫干脆指定着台南味 代表成为台中的妈祖平安饼 让陈和诚的赤砍老饼卖遍全台湾 秦阴和诚的赤砍老饼卖遍全台湾 秘密 你会让人绑架 一楼比较好 高中念的是机械科 陈和诚因为在面包店打工而做出兴趣 退伍后一头栽进烘焙领域 别看他一副标准中年台湾老饼 松哥无来的乡土情像 在厨房工作 他懂得与时俱进学心观念 最擅长在现有传统的口味上 做调整 做改进 他说老东西有基本市场 只要有新元素去无存经 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捧场 比完全创新简单一些 风险也比较少 你也有 我也有 都各式同样 这样的时候 我东西提醒的时候 我的三片就是比 比较好 陈和诚凭着创意脑袋 在台南竞争激烈的烘焙市场中 脱颖而出 厨房暗暗旧旧 门市没有亮丽装潢 靠着全是台南嘴认证的好口碑 而他最新的实验作品 就是运用在地食材 还做成了桂圆酥和金枣酥 甜度口感经过改良 风味绝佳 还没有推出 已经是员工的最佳点心 一做实验 你都是第一个试吃的 对 会不会很痛苦 你看我这个生产就会知道了 功夫扎实 传承老东西 不没守成规 在小细节中胜出 陈和诚老灵魂有新创意 下一步他要盖三百瓶工厂 稳扎稳打 慢慢蝉拾钞票版图 这样你还要匹配一项名字 什么名字 熟超级 哦 这样你 对 对 告诉你就该再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